三題喔 題目說如有圖 PA跟PP是切線 把它全起來切線 那既然是切線的話 這個A跟B叫什麼 叫切點對不對 然後這裡的 OA、OB是什麼 叫半徑 請問你 如果這是切線 這個是切點 這是半徑 它還有什麼關係 肯定會怎樣 垂直吧 所以一個題目說 他們度數 他問OAP跟OBP 記憶體超簡單的 OAP跟OBP呢 都一樣 這幾度 90度 立體應該不難 好 第二小題呢 他說那AOB AOB這個腳 跟這個ATB這個腳 有什麼關係 這個很簡單吧 四邊形內腳 不是360嗎 所以這裡90 90不是180了 所以這兩項加 也應該180 所以有什麼關係 答案 誤補 如果怕你自己不會的話 旁邊自己補充一下 什麼叫誤補 就是腳AOB 加腳ATB 會等於180度 就這樣負 會啦齁 第三個 就很簡單 如果APB40度 請問你AOB幾度 AOB 答案 假如AOB就是 180 減掉 48 所以這樣就有140度 這樣會啦齁 如果問你題目如果Y 舉1反3 要你舉1反3 那請問你 這個AB虎是幾度 AB虎 這個AB虎幾度 這個AB虎 答案也是140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什麼講 圓形角 圓形角跟索隊的5 應該是一樣的嘛 既然這裡140度 這個虎呢 就應該是140度 如果要問另外一邊的話 就360度 140 這樣會不會 反正還要總換 換湯不換藥 公司那幾個而已 會啦齁 好這個禮拜請上去 好嗎